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是主持人咖啡 不知道提到頒獎典禮 大家會想到金鐘獎、金球獎、還是奧斯卡獎呢? 遊戲業也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型頒獎典禮 就是金搖桿獎啦 這個獎項究竟有哪些得獎種類 以及如何決定得獎遊戲呢? 就跟著電玩宅蘇沛的角度一起來看看吧! 金搖桿獎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遊戲產業大獎 有公眾投票後選出該年各平台最佳遊戲 最初只涵蓋電腦遊戲 後來因為電視遊戲在英國大受歡迎 因此也被列入評選範圍 金搖桿獎是由評審小組開會編制提名名單 在利用線上表單和出版商提名相結合所產生 第41屆金搖桿獎目前已經開始投票 在17個競爭激烈的類別中 年度終極遊戲、最佳主角和最佳配角 目前已經正式揭露提名名單 像是博德之門3、薩爾達傳說、王國之類 以及最新上市的漫威之主人2 都有被提名年度終極遊戲 有興趣參與投票的玩家可以搜尋金搖桿獎 看看有什麼喜歡的獎項類別 說不定就差你一票 你喜歡的遊戲就成功得獎了呢